昨天下午的3点14分 周大妈正准备去菜场买菜 在离菜场还有50米远的时候 一辆原本停在路边的轿车突然启动 发疯一样的开上了人行道 把周大妈撞飞了好几米远 路过的行人见到死刑警 立即上前查看 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 这辆车牌为ZA8M687的尼桑轿车 还停在路边 车的前身已经变形 路边的宾馆大门也被撞坏 周大妈则一脸痛苦的趴在车上 这个男子自称是肇事司机 他说本想把车停在路边 可是踩刹车的时候 一不小心踩到了油门 所以才撞上周大妈 但是旁边的围观者去告诉记者 当时开车的并不是这个人 围观的居民说 这个满身酒气的男子 才是真正的肇事司机 但是对于这个说法 男子失口否认 随后120赶到现场 将受伤的周大妈赶紧送到了医院 经过医生的诊断 周大妈为右侧根骨骨折 身体其他部位并没有大碍 目前杭州交警部门正在对这起事故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结束